我再講講靈內的討告 其實討告不只是靈,也有誤性討告 我講講討告可以包括什麼 第一,主要是靈的討告,讓我們得力 第一,是恩典的討告 恩典的討告就是告訴自己 並入心告訴自己 神正在愛我,正在愛我,正在愛我 神想著我,神一定在幫我 神看出我,呼你我 這些就會令我們得力 一起來就是這樣,人就會開心 而且一天很多次告訴自己 我是很寶貴的,一定有出路的 一定可以處理到的 這是恩典的祈禱 恩典的意思是神給我們白白的禮物 就是宣告神的白白禮物 算不算是靈和誤性也有 這個是當然有靈為主 但亦都有誤性 因為知識就是告訴我們 聖經的知識 即將聖經的知識進入我們的靈 聖經的知識告訴我們 神愛我們,神陪陪我們 神在我們身邊有計劃 就將這些說話 在靈裡面放入我們 即放入我們的靈裡面 另外這種祈禱 亦可以有一個部分 就是享受 你可以把它分開 享受神 即是你可以這樣來享受神 哈利路亞,神在愛我 尤其當你經歷到神的平安喜樂 你就可以享受神了 感謝主,你陪伴我 哈利路亞,我可以感激和讚美你 你也可以用音樂 有些人來說,用音樂比較容易享受 神是祝福我的 陪伴我的 讚美主耶穌 另外就是敬拜讚美和愛慕神 這個是獻上給神的 獻上給神的 就是 感謝神,多謝神,多謝耶穌 感激你 並且盡量用 帶著感情的敬拜讚美 為什麼帶著感情 其實神對我們也是帶著感情的 譬如浪子的比喻 是認到神的 浪子的爸爸見到他回來 他是跑過來 抱著他 親愛的 是很有感情的 聖經裡面說到 婦人已經能忘記他吃賴的嬰孩 不練出他所生的兒子 就算有 神也不會忘記我們 他是很掛著我們 神是有感情的 聖經說到 聖靈是亂冒我們以至於疾度 亂冒到這個程度 這麼愛慕我們 所以我們也應當這樣回應神 所以彼得多次回應神 耶穌也是稱讚他的 他是很快很衝動 帶著感情的回應神 所以敬拜讚美的時候 多謝耶穌你真是好 在心裡發出 靈會比較開通 好 接著我們可以代討 代討 有些人以為代討 必定是誤性為主 也不是一定的 譬如說 代討 我們首先代討 其實第一個 我們應該代討人物是自己 而最重要的是 代討自己的靈命 神是幫助我處理生命 以為我放下所有的煩惱 所有不開心 所有的罪 所有的困索 讓我能夠搖延某個人 在討過的時候 其實有時未必是一句句說話 這樣說 當我們想到某個人不太喜歡 我們就看出他 其實他受了很多傷害 所以他會傷害我 所以我就看出他 我就會搖延他 我就會愛他 憐憫他 這也是一種處理生命 以及問自己 為何我不能夠毀身 傳言把生命給耶穌 有何難了 就是其他事 神,你幫我 幫我放下一切 當你這樣求的時候 有些人就只停留在求 當你求完之後 你怎樣呢 神啊 我不再掛心了 我不再背著了 我不再生氣人了 這就是靈 不只是口說 神可以搖延 是整個心靈 我放鬆了 在我自己的祈禱的時候 我會進入一種很鬆很鬆的狀態 沒有了煩惱 沒有了重擔 沒有了什麼都不揹著 心口都放鬆了 哈利路呀 很鬆很鬆 這種就是為自己的祈禱 亦在當時處理生命 為了自己的教會 牧者 為了我 為了香港 為了全世界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人 尤其是為了 寓意給神使用的人 去祷告 祷告的時候 又不只是說 心裡面有一種感受到神的心 其實聖靈都會教我們祈禱 聖靈用說筆出來 來嘆息 替我們祈禱 那你就感受到聖靈的心 聖靈很想那人得幫助 你祈禱的時候 神啊 你練習他 興起他們 興起教會的牧者 讓他們心裡火熱 心裡有一種熱切的心 興起我們教會人 也有熱切愛慕神的心 讓神使用 這樣的祈禱 今天我會講到 祈禱和代祷 讚美 因為很多人 總之我告訴神 一二三四五就可以 其實聖經裡面說 也有強調那個人是什麼生命 也有說到 摩西 薩摩爾 大衛 特別提到他們的祷告 神特別喜悅 就是當人和神的關係好的時候 那個祷告是特別蒙神喜悅 說到摩西更加特別 說到神和他的溝通 好像人和朋友一樣 所以這就是那個人的關係 不只是說給神聽 所以我們經常建立這種關係 我們在祈禱的時候 也儘量進入這幾種的禱告 我自己有一種禱告 是與神的靈相通 這種禱告是很抽象的 聖經裡面說到 沒有人能夠叫我們和神的愛隔絕 神的愛經常貼著我們 但是為什麼我們和神的關係 不像耶穌那樣親近呢 因為耶穌那種關係是極度親近的 他一上山就立即登山變形了 他一祈禱 聖靈就降臨 在他受醒時 聖靈就降臨在身上 然後天父在天上就開聲了 他和神是很通很通的 他被聖靈充滿無可限量的 就是因為他的靈是完全通的 和天父是完全相通的 我們就不是 我們有左隔 所以我在祈禱的時候 我的意念就是 神阿幫我所有的東西 左隔 你其實是貼著我的 不過我呢 裡面有任何的防線 任何負面的東西 都放下了 和你相通 蛇徒不是用思想 不是用說話 可以整個靈和神的靈合一 神的靈在我身上 和我合一 又會很鬆 又會很舒服 是一種靈的相交 這件事 只有當你做就做 一路做就做 很多的時候 你就會能夠 進入這種狀態 一個靈的相交 即是 討告 求主幫助我們 能夠在這幾方面都進步 這樣的時候 神的同在 是很明顯的 我們經常見到 人們祈禱 立刻 很大的更新改變 我剛剛去短孫 即日短孫 我教他們幾個 開放 然後我說 你試試今次留意一下 我為你祈禱多久才經歷聖靈 他們都說 立刻的 立刻會感受到 即是可以立刻的 只要人的靈開放 我們 神的同罪也會加強 希望 求神幫助我們 有信心 第一 不是我們的努力 是神的 每天都在一起 是我拿走的障礙就可以了 放鬆所有人 神在祝福我 我完全放鬆所有人 就能夠 很容易被神 能夠很容易打動我們 搞動我們 將我們裡面 改變 神都很多次 將我裡面的負面 想法處理 有時候想到一些人 我會一直想到 神想到 其實很多困難 很多被人傷害的地方 我會連接他 他會連接他的心 他會變得很柔和 神在我裡面 所以有幾種的祈禱 當你遠入 經常要宣告 神在愛我 神在祝福我 不用擔心 不用憂慮 不用揹著擔子 神已經看錯我了 不是覺得很難 不難的 我會追求 傳到困難的 兩人 我會連接你 跟祝福我 到頭前一個 都要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